长远来说我们还是非常看好的整个游戏行业的发展 新游戏是在当季的最后才推出 我们在一个类别是一个很受欢迎的类别 就是这个生存设计类的游戏里面 其实我们是没有以变现作为一个目标 在第一季度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整个生存设计这个类别 我们是已经获取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突破 但是呢就是我们你要看我们看游戏的话 一般来说我们最重要的还是用户数和DAU 因为我们相信就是要是有这个用户数的话 然后这个用户是非常engaged的话 其实未来它一定可以变现 一两个季度未必就是我们觉得还是最适当去变现的一个时候 但是呢就未来它一定会产生收入 并且就是为了股东创造家 零视频APP等你下载 我们下载